Hello,大家好,我是NVIDIA的Solution Architect团队的Warren 相信大家在用各种工具开发医疗影像的模型的时候 不论是用Claratrain SDK 或是直接用TensorFlow, PyTorch等架构直接训练医疗影像模型 训练好之后都会有一个疑问 我该如何把手边这个模型部署到临床应用上来做使用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NVIDIA的部署平台Clarat Deploy 那Clarat Deploy有什么样的特色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将我们手边的模型部署上去呢 Clarat Deploy它可以协助开发者或是IT人员 快速的部署我们训练好的模型以及其Pipeline 它可以建置在EGX、DGX或者是云端上 并且它是基于Helm Chart以及Kubernetes来进行整套系统管理的 非常的严谨 那Clarat Deploy呢也提供了Dicom Adapter 让我们可以直接使用Dicom相关的仪器或是Pax 直接连接到Clarat Deploy上面做服务 那在Deploy上面呢 它所使用的Inference平台 一样是我们NVIDIA的Triton Inference Server Deploy它也提供了一些Monitor的工具 以及Render Server让我们可以看到即时Inference完的结果 那对于开发者呢 它的使用上也是非常的简单易懂 基本上我们只要把我们模型的整套Pipeline做好定义之后 就可以直接Deploy到这一套系统上面来 好的 刚才一直提到的Pipeline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一个Pipeline它就是一个服务 可能是Long的Segmentation Covid-19的Segmentation 或是比较完整的 例如说像Divertumor Segmentation 以及报告等等 那一个Pipeline呢 它可以由许多的Operator所组成 那每一个Operator可能包含了资料的前处理 资料的IO 然后模型的Inference 资料后处理 以及回传资料等等的部分 那这些各个部分呢 我们称之为Operator 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NGC上面提供现有的 Covid-19的Reference Pipeline 它有一开始的Dicom Input 从Dicom读取资料之后呢 再来把资料 转换成我们可以使用的格式 接下来才会开始做Long的Segmentation 做完Long的Segmentation之后呢 再来就是做分类 看一下这个病例是否有Covid-19 分类完之后 它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 是把它写成Dicom之后 再回传给目标的Device 以及它会及时的做Render 那让我们医生呢 可以马上看到Inference完的结果 到底是不是符合它预期的 在Clarar Deport当中 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Strongly Typed 它可以事先定义好说 我的Operator需要多少资源 那在一个Pipeline里面 要被执行的时候呢 我的整套系统 就会事先Allocate好资源 那让整个执行的流程 可以更加的快速 达到更高的效能 Clarar Deport也提供了一个Command Line Interface 供IT人员以及开发者做使用 它可以协助我们 快速地把整套Clarar Deport建立起来 以及在上面部署Pipeline Clarar Deport在底部管理模型的工具 叫做Triton 那Triton Inference Server呢 也是我们NVIDIA的一套工具 可以用来做模型管理 以及一般本管控 在Clarar Deport当中呢 如果同时有很多Request送进来的话 它会协助我们来做Job的管理 它是怎么进行工作排程的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每一项Job上面 都会有一个Tag 那它会标示着 这个工作呢 是必须立刻执行的 还是说 它是高优先层级 中文优先层级 或者是低优先层级 那并不是低优先层级的任务 永远都会排到最后 它也会根据任务进来的顺序 来帮忙做排序 这样才不会造成 低优先层级的任务 永远执行不到的bug 好的 以上是我们Clara Deploy的介绍 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看看 如何把我们手上训练好的模型 部署到Clara Deploy的平台上面 好的 接下来到实作的部分 我们今天要实作的内容呢 是NGC上的COVID-19的 Classification Pipeline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这部分呢 包含了COVID-19的 Legion Segmentation 以及Long的Segmentation 这两个模型 一样都可以在NGC上找到 这边是COVID-19的 Legion Segmentation 这边呢 则是COVID-19专用的Long的Segmentation 那就先让我们把这两个模型下载下来 并准备好 他们专用的TRTIS Triton的Config吧 好的 来到Terminal上 那我们已经先把Clara Deploy的环境安装好了 那详细的安装过程 可以请大家参照之前的Clara Deploy的教学 请大家把NGC上下载回来的模型 依照TRTITON的格式 放到Clara,Models的资料夹里面 其中Model.GraphDefinition 的部分就是我们下载回来的模型 另外我们还必须准备好一个 TRITON专用的Config 那让我们看看Config的内容 好的 从Config里面可以看到 其中包含的内容 有 模型的名称 模型是基于哪一个平台 来做定义的 最大的Batch Size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包含了Input以及Output的TensorFlowGraph当中的OperatorName 那这边因为我们是下载NGC上的模型 所以Input的名称都固定命名为NVModelInput Output的名称则是NVModelOutput 模型建立好之后 接下来就要建立我们的CustomGlaraDeploy Operator 建立Operator前 我们必须先下载一些必要的DockerContainer 包含了这个Operator当中最重要的Template 以及测试用的TensorRTServer 再来我们将Template的DockerContainer重新命名 让名称缩短一点 再来建立ClaraDeploy App的资料夹格式 其中包含了CustomModel的名称 以及底下的Config Input Logs Output Public Publish 以及Public底下的Docks Documents 再来我们要准备两份Config 其中包含了Model基本资讯的ModelConfig 以及Inference的时候使用的Config 那让我们先看看ModelConfig包含的内容 好的 它的内容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包含了一些模型的基本资讯 包含名称 Input Output的NodeName 然后它的资料格式 以及Network的Input Size等等 再来让我们看看Inference的Config InferenceConfig就会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如果各位有熟悉Claratrain SDK的话 可以发现在Inference的Config里面 几乎都是套用了Claratrain SDK里面的各种Library 那其中包含了在Inference前需要做的Pre-Transformation 包含读取资料 然后Convert to Channel First等等 以及Inference完后的PostTransformations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把模型读取进来 那这边呢我们是使用TRTISBackend的Loader 以及如何来做Inference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做3D的CTE Segmentation 通常都会比较大张 那因此我们用Scan的方式来做Inference 然后最后把结果输出成Nifty档案 好的最后我们必须准备一个Docker File 把我们的这个App包装起来 那这个Docker File很简单 基本上呢就是从我们的Template的App开始 那把我们刚才设定的整个模型资料夹结构呢 复制到这个Template当中就可以了 最后让我们把这个Covid-19 Segmentation的Docker建立起来 好的这样我们的第一个Operator Covid-19 Segmentation的模型就已经建立完成了 再来让我们一样化无鲁把CT Loan的Segmentation也建立起来 那这边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个步骤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把Loan的App也建立起来了 让我们看看刚才我们建立起来的Docker Container 可以看到AppLoan以及AppCovid都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的Custom Operator包装好之后 再来就要利用这些Operator 把我们的Pipeline包装起来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Pipeline呢 包含了读取Dicom之后 再来把读取到的影像呢 利用刚才包装的Covid-19 Segmentation 以及Long Segmentation 各自做完Segment之后 把结果回传 那因为包装Pipeline所需要的YAML档呢 其实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可以从范例开始 那我们以Long Segmentation的Pipeline为范例 来稍微讲解一下 Pipeline所需包含的内容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Pipeline的Config 那其中包含了Pipeline的名称 以及各个组成这个Pipeline的Operator 那像这个范例当中呢 它的做的第一步就是 先从Dicom Reader读取资料 读取资料完呢 接下来做Lever Tumor的Segmentation 那这个Segmentation呢 它是based on我们的Triton Server的 好 Segment完之后 接下来使用我们的Dicom Writer 把它输出成Dicom 以及为了要及时的做Rendering 所以也把它输出成Rendering的格式 MHD 那我们可以在ClaraDeploy的RenderServer上面看到 那最后呢 就把这些Dicom格式做回传 好的 虽然看起来Config有点长 但是其实一个一个拆解之后可以发现 它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让我们看看今天所准备的Config吧 让我们回到Terminal 打开我们Covid-19Pipeline的YAML档 这个YAML档呢 基本上是基于Lever Tumor Segmentation的Pipeline来做修改的 那让我们大致上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 首先我们也是使用Dicom Reader 来读取Dicom的资料 那读取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先做Covid-19Lesion的Segmentation 这边一样是用Treaten来做Inference 那Inference完之后呢 就用Dicom Writer 把我们Inference完的结果输出成Dicom 那这个Dicom Writer的Source呢 是从刚才的Covid-19Segmentation来的 这边要注意 那同样为了方便即时观察结果 我们也把它放到RenderServer上面 因此要做Rendering 接着就把这个Covid-19Segmentation的结果回传 再来是Long的部分 那一样 基本上跟刚才Covid-19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先做完Long的Segmentation 再来把它写成Dicom 然后做Rendering的Register 最后就把它做回传 刚才我们在Config当中看到的各种Operator呢 除了我们自己建立的之外 其他都可以在NGC上找到 那建议大家可以先行做Pull 那我这边要Pull的是Dicom Writer Dicom Reader 以及RegisterResults的三个Container 再来就让我们把Pipeline注册到 ClaraDeploy上面去 那这边要使用的指令是 ClaraCreatePipeline DashP之后 就加我们刚才设定好的YAML档 好的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拥有的Pipeline 可以看到我们的Pipeline已经建立起来了 好 接下来让我们把我们刚才建立起来的Pipeline 和ClaraAdapter的联系给建立起来 首先建立这个Pipeline的AEtitle 再来把本机的Dicom Source给建立起来 最后呢 则是要把我们沟通目标的仪器的IP 以及AEtitle给建立起来 那这边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同一台机器 所以IP的部分是一样的 至于在Port的部分 我们就设定为1104 Dicom Adapter设定好之后呢 再来我们需要一个外部的套件 叫做DCNTK 它可以使用Dicom的收发指令 那我们将用这个工具呢 模拟外部仪器与我们的Clara Deport做沟通 我们已经事先安装好这个套件了 那我们就让这个仪器在这边带回传结果 好的 再来呢 就让我们用刚才安装好的DCNTK套件 模拟外部仪器 向我们的Clara Deport传送Request 到我们的Dicom资料夹 再来用Store SCU传送我们的Request 我们刚才传送的这个Request 里面包含了我们的目标的仪器 也就是我们Clara Deport的 代表我们Clara Deport的Dicom仪器 以及我们要使用的Pipeline的AEtitle Covid Demo 执行Request之后 我们就可以Move到RenderServer上面来看结果 那RenderServer呢 它有一个固定的Port是8080 那从右边呢 可以看到有一些资料在这里 那这些都是Inference完的结果 我们刚才执行的Covid Demo呢 是这两个 那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Long的Segmentation结果 以及Covid-19的Segmentation结果 那让我们先看一下Long的部分 好的 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致上都有把这个区域 看起来 应该是有这个们出来 那再来是Covid-19的部分 好的 可以看到 有一块Legium被标出来了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Clara Deport的Custom Operator Demo的实际演练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快速的Deport手上的模型 并且以Clara Deport这个Engine的架构呢 来Serve大家的模型 以及可以跟各式各样的Packs 代抗的机器来做沟通 谢谢大家